因為人每天每天都在老化 我們如果不認真保養 我們的皮膚就只會越來越老 你就會輸那些很認真保養的人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琪琪 常常我會受到非常多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在問說 琪琪為什麼我用了跟你一樣的保養品 甚至是我非常非常認真保養 但為什麼沒有辦法把皮膚 養得跟你一樣好呢 這些呢除了有一些些成分是因為天生以外呢 其實我後來想想可能也跟我的一些 生活習慣跟保養習慣有關係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十個 生活養膚小習慣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是我一直來貫徹時裝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不管怎麼樣都要把妝卸乾淨 不管我當天喝醉酒或是我當天再累 或是我工作再忙 我一定一定一定都會把妝卸乾淨 因為其實我有一些朋友 我常會聽他們說 哇他們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把皮膚保養好 後來我研究了一下發現他們的生活習慣就是 他們沒有在認真卸妝 因為好皮膚的關鍵其實就是清潔 如果說你當天真的再怎麼累 我都要求你們請你們大家 你儘管喝醉酒 你可能在沙發上睡著了 你醒來你也親你馬上就要去卸妝 因為其實我覺得長時間帶妝對肌膚是非常傷的 所以第一點呢就是不管怎麼樣親你一定不要長時間帶妝 再來第二點呢就如前面所說的 我說清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呢清潔除了卸妝以外也有洗臉 我常問了一些可能皮膚沒有保養好的人 我發現他們給我的回應都是 他們洗臉跟卸妝 他就只要泡泡隨便抹上去水隨便沖一沖 他就這樣就結束他的洗臉步驟 可是對我而言我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我自己個人的洗臉習慣就是 我洗臉的泡泡一定會非常細 就是我泡泡一定要戳到很細很細喔 不管你是用起泡碗或者是你用手搓 就是你泡泡一定都要很細 再來呢我沖臉的水 一律都是常溫水 接著沖水的時間也非常重要 我自己大概從國中一直以來的習慣都是 我們就算手去捧水的這個次數好了 我基本一定會捧到30下 就是這個捧水的次數 當然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我們用蓮蓬頭用常溫水這樣沖也是OK的 可是自己個人是會把沖水的時間拉長的 我就是不會只覺得臉上泡泡沒有了我就不沖水 基本上我的水量是會很足夠 就是把一些我們可能真的看不到的一些泡泡 把它沖掉 所以說我就覺得其實不管是泡泡細緻度阿 水溫阿或者是水量這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 這是我一直也有注意的 但也要記得有一點就是不要過度清潔 可能像是我是乾肌我就不要用那種 for油肌用的洗面乳 因為其實像你的臉上的油脂其實對你的皮膚來說是一層保護 你也不要洗到太誇張 接著呢第三點是 我自己沒事是絕對不會化妝的 包括防曬喔 當然很多人會講講說 如果說我今天要出門要曬太陽 或者是我們是坐在可能會晒到太陽的地方 那當然這是就另外一層因素就是 我們要抵抗紫外線預防肌膚老化的話呢 你們可以防曬 可是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如果可以的話我盡量使用物理性防曬 就是我不要讓我的肌膚有過多的負擔 因為其實卸妝這件事情對肌膚也是一個傷害 對我這種肌膚敏感的人我覺得我沒事可以的話我是絕對不會化妝 那如果真的要到那種好像有點需要化妝但又不是很重要的工作的時候 我這時候可能就會選擇像是Edovo這種礦物型的粉底是可以用洗面乳洗掉的 那這時候我就會選擇這種對肌膚比較沒有負擔的產品 但最主要就是我沒事是絕對不會化妝的 再來第四點呢可能大家聽也會覺得有點膩 就是我們要認真的好好保養跟把保養做到確實 好好保養跟做確實對我的定義而言是說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把保養一定用到12345678910 我們用到一整系列把它用到完用到滿用到很多很多的產品不是 是說我有好好的把每個步驟我需要的步驟上到吸收過後我再接續下一個步驟 並且保養的時間不能太短 因為其實我有發現到有一些可能在保養上遇到拼勁的人 我發現他們的保養時間有一些呢是非常草率的 就是說他可能我今天擦一個化妝水還是倒一倒隨便拍拍 然後也沒有吸收他就這樣結束他的保養 可能30秒就結束 但對我而言真正有效的保養方式是 不僅是你的步驟都要做確實以外呢 我覺得你使用的量也一定都要夠 那保養品的量足夠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拿出來講的事情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我買一罐保養品可能這樣子就要3000塊 那如果說我省著點用 那這罐保養品我就可以用非常久 但如果說我一次用的量非常大量 然後我可能一下子有把它用完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很浪費 可是對我而言我覺得無效的保養就是最沒有用的 你才是在浪費這個錢 不是說一定每個人都適合大量使用 可是如果你的肌膚需要的話 那你就是用到做 趕快的把你皮膚狀況變到一個最好 這不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嗎 可能會有很多人會想要問 我怎麼知道我的皮膚現在到底用的量是不是對的呢 你就從你的精華液的步驟看好了 你就想想看 你可能平常使用的精華液的量 你可能才塗上去了 你才按摩沒幾下沒幾秒 它就已經全部吸收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試著摸摸看 你皮膚是不是還是崩崩的覺得保水力不夠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你可以再試著再上一層的精華液 有可能這樣試你會發現 你的皮膚可能擦三層精華液都不夠 你先試著這樣做個幾天 你來看看你的肌膚狀況有沒有改變到更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肌膚是不是真的有缺保養品了 那這就是我自己在保養上會有的習慣 再來第五點也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永遠會備有一套以上的保養品 像是可能化妝水 就是夏天清爽的跟滋潤冬天秋冬使用的精華液也是 就是我會依照不同的時間準備適合當時的保養品 除了像是依照滋潤度分以外 我也會準備一些可能像是我皮膚比較敏感 或是我可能曬後會使用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我都是會同時備著的 但我能夠理解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考量的話呢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觀念就是 保養品是需要換劑的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用同一套保養品 可能就像是吃藥一樣吧 你可能這個藥你很常吃 吃一吃你會覺得這個藥沒有效 這時候你就要再換一個藥使用 接著你可能覺得這個藥沒效以後 你再換回去原本吃的那個藥發現又有用了 那我覺得保養品度而言也是一樣的 有時候我可能用這一套商品度而言是很有效的 但有時候當我發現到 有臉出現停滯期以後呢 我又會換到另外一套保養品 那就是這樣換來換去 所以說呢第五點重點就是 我們永遠都要準備不同的保養品 給肌膚在不同的狀況下使用 記得第六點呢也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其實每一點對我而言都很重要啦 就是呢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的觀察自己的膚況 畢竟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 再加上我就是靠臉吃飯了 這也是我的身材工具 所以說時刻的觀察自己的肌膚有沒有出狀況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你觀察你的肌膚 可能這陣子很缺水的時候 你就要去換一個適合當下膚況的產品 或是如果你發現肌膚這時候是有一些敏感的狀況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換一套 適合敏感時期使用的產品系列了 所以說我覺得 檢查肌膚 時刻的觀察肌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第七點呢 沒事都不要去亂摸臉 像是我們平常可能在外面 我們東摸西摸 我們的手上會有很多細菌跟髒污 我的皮膚本身太敏感 如果我隨便這樣摸 我皮膚有可能隔天我就過敏 或者是我當下就過敏了 所以說我覺得 不要亂摸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也不要隨意的亂拉扯肌膚 當然如果你真的還非常小 你覺得你膠原蛋白豐富 你不會長細紋 那ok 請你去摸臉 但我覺得 以我現在已經這個年紀了 我真的是不要再隨意的 觸碰我的臉跟拉扯我的臉了 再來第八點呢 就是補充水分 是水分喔 是水本人喔 不是說 茶啊 飲料啊 果汁啊 咖啡 牛奶豆漿這些都不算 一定要是水 就是水 對 常常會聽一些朋友 他們皮膚很乾 然後我就會說 你是不是都沒有在喝水 他說 喔 喝當天叫的 可能叫某某飲料店的一杯飲料 這樣子700ml 這樣算嗎 我說那當然不算啊 因為飲料它就不是水 所以請大家 如果你皮膚你覺得 常常覺得非常乾 或是皮膚有很多狀況 請你們一定要喝水 你們就是不喜歡喝水 那你皮膚不好 你也不能怪我 我們真的就是 好好喝水好嗎 可以的話 你一天至少一定要1500cc以上 當然可以到2000 當然是最好 在第九點呢 我自己個人 現在已經是幾乎 很少很少喝手搖飲了 我覺得 糖是一個非常可怕的 糖是會讓肌膚老化的 所以我現在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非常少喝韓糖飲料 除非我當天是 沒有空吃飯 我會喝有糖的飲料 幫助自己不要昏倒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盡量不要喝有糖的飲料 我現在也幾乎不吃甜點了 我現在 攝取糖的量 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是少非常多 我不知道這個習慣 是從什麼時候養成的 但是其實我自己以前是非常喜歡吃甜點跟零食的 但從不知道這幾年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這些 零食跟糖跟飲料 攝取已經變到非常非常少了 然後都改成喝水跟吃飯 算說飯 其實也算是糖類 但是 就至少我不是攝取精緻糖 對 這是我個人 此刻在未吃的小習慣 再最後一點呢 可能大家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飄渺 但我覺得這一點是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有幫助的 就是我們要維持好心情 保持好心情 因為其實 我有發現到我在我自己 心情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的肌膚狀況也變不好 然後當我肌膚狀況變不好的時候 我心情也會變更不好 這是一個無限循環 所以我覺得 現在如果說 儘管我遇到我肌膚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我也不會一直去往死裡想 就會想說 天啊我皮膚好差啊 我真的是好想撞牆 我好想怎麼樣 我不想活了什麼的 我覺得 這些想法都是不要有的 你要把這些狀況包開 因為當我們遇到肌膚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試著去解決 去讓你皮膚變好 我們不要一直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讓你的心情更差 皮膚就會更差 所以說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要保持好心情 我們的皮膚才會好 對 OK 那以上就是我統整過後發現 我一直以來會有的生活小習慣 跟一些保養小訣竅 跟一些秘訣 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當然我能夠理解很多人會說 這可能跟天生的皮膚優勢有關係 那如果說我們天生已經皮膚很好 有這個優勢 我們就要試著去維持 因為我們人每天每天都在老化 我們如果不認真保養 我們的皮膚就只會越來越老 你就會輸那些很認真保養 但天生又是不好的人了 然後就躺在那邊 什麼都不做之後 一天會被追上 在起跑點其實也沒有用了 當然我也能夠猜到一定會有些 在鏡頭前面的女兒 你會覺得說天哪 我以上這些東西都有做到 但為什麼我的皮膚就是 我沒辦法變好呢 但這時候我們就要再來想到 也許是跟你的生活壓力 跟一些你的外在因素有關係 甚至是你可能沒有用到 適合你的保養品 跟適合你的保養方式 那這時候呢 除了我們再去找一下 其他可以調整的因素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適合可能去尋求醫美 像是做皮秒啊 或者是可能水飛縮啊 就是去做一些適合你的醫美 或者是去找皮膚科資訊 因為有可能呢 可能上述這些人 他們可能皮膚狀況是非常非常糟的 那這些非常糟的狀況 就沒有辦法靠保養 跟生活習慣調整 這時候就需要靠醫生 但最後也要呼籲大家 就是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保養也是 好皮膚也是 所以說 這些東西都不是你可能做一天 就可以讓皮膚越來越好 這都是長時間累積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皮膚跟我一樣好 那也請記得跟我一樣 長期累積這些好習慣 如果有什麼 關於其他保養 或者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請在下面留言處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一定會確保我的保養時間 這個步驟是有做確的 比如說 對